美国前几年 这个大概就是两三年以前的事情 有三千名美国责任医药内科委员会的医师 他们连署了一个方案 提出了新世大类的食物 新世大类 他说过去的传统的分类明明是有问题的 不应该叫人吃那么多的肉 喝那么多的牛奶 吃那么多的鸡蛋 这三千名的医师提出来 新世大类是哪世大类呢 第一个是水果 第二个是豆类 第三个是全骨类 就是我们说没有经过精细加工的骨类 第四大类叫做蔬菜类 这四类当中没有一样是来自于动物的 没有 而这三千个医生一口同声的告诉您 只要吃这四种 您就活得下来 而且可以活得很健康 这个是新世大类食物的一个分类 这是我们最近得到的一个讯息 那么WHO就是我们说的世界卫生组织 他在两千年以后呢 也公布了一个所谓十大垃圾食品 中间有一个叫做加控肉品类 这个是非常毒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却把它视为是盘中的什么真修啊 就是非常好吃的东西 其实呢都在骗我们的舌头 骗我们的眼睛 还有骗我们的鼻子 为什么说呢 因为他这个东西啊 他的这个致癌物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有一位14岁的初恶的学生呢 这是台湾的例子 被检 这个就是得了一个疾病 然后就死掉了 结果一检查呢 是大肠癌末期 14岁就得到大肠癌 大家一定很惊讶 为什么他那么小的年纪就会大肠癌 很多人就觉得那大概是遗传吧 后来排除了什么 家族的病史 把它排除掉了 才发现说这个孩子怎么样 因为在小学阶段呢 他每一天都吃了大量的香肠 父母浇灌嘛 他想吃 父母都想吃我就给你吃嘛 没有想到呢 这个孩子在14岁的时候 就得到了大肠癌 那么这个病例呢 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烧烤类也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 一般的这个研究 发现一只烤鸡腿 等于60只香烟的毒性 医学报告显示 350克的牛排 吃一克呢 等于抽200只的香烟 我们就想到呢 为什么 妇女 吸烟的人口 比男性还要少 可是 妇女的肺癌 并没有 亚于男性 为什么 各位朋友 因为煮错了 诶 煮错了 因为这些烧烤类的东西 不是只有吃进去才有毒哦 连那个味道本身都致癌 我们是觉得好香 有没有 错了 那个是致癌物 所以 各位 男同胞们 我们的这个男同志们 爱太太啊 我们就不要让太太 冒着生命的危险呢 替我们呢 烹调不对的食品 你让他去烹调这些肉品呢 这个我们太太是 暴露在高危险的环境里面呢 在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这个呢 现在的医学也得到了证实 当然不是鼓励太太以后 就不要煮饭了 不是 而是呢 换一换东西 你煮蔬菜呢 这个植物性的东西呢 没有这个副作用 它出来的是水蒸气 没有这个副作用 所以忽略膳食呢 远比所导致的健康问题 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各位朋友 我们看到这里呢 我们得到一个很小的结论就是呢 文明病的这个研究 传递什么样的讯息呢 那就是解决健康问题的捷径 不在医疗 而在餐桌 而在餐桌 如果我们的这个国策啊 能够把这个饮食的这个定位呢 健康的定位定位在这个高度的时候呢 各位朋友 我们的这个国病的健康会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为什么 用病虫口入 正确的预防疾病 减少这个医疗的风险 跟患病的痛苦呢 也是从餐桌开始的 所以我们每夹一块菜 就在决定我们健康的方向 很多人觉得说 我夹一块肉好像没什么关系 其实这已经在决定我们健康的方向 所以呢 很多人说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吃肉不行啊 各位朋友 我们想想看 您是为舌头而吃还是为健康而吃 再怎么样的人都会觉得说 我是为健康而吃啊 我怎么是为舌头而吃呢 有人就说 其实我们人啊 都是为脖子以上而吃 不是为脖子以下而吃 我们吃饭讲求 色香味俱全 色是给谁吃的 给眼睛吃的 香呢 鼻子吃的 胃呢 给舌头吃的 就是没有一样是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吃的 你看 这么颠倒的一个饮食 饮食的一个理念 请问 我们能有把握不得癌症吗 我们能够侥幸 认为自己不会得癌症吗 我们对这个饮食的这个观念 这么样的匮乏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不得癌症 那谁得癌症呢 这个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样 这个积极的要告诉大家 这一些讯息呢 就是因为这些讯息啊 它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领域啊 我们可以触碰到最新的这些研究报告 像这一篇研究报告呢 很有价值 这是坎贝尔教授呢 他提出来的 他告诉我们 其实思考癌症啊 他必须用一个比较复杂的角度来思考 因为我们过去很多人说 我抽了一辈子烟 很多人抽一辈子烟也没得肺癌 那我可以这个大量抽啊 都没有关系啊 我不会那么倒霉啊 这个是不了解事实的真相 在癌症的这一个阶段里面呢 它分成一个是启动阶段 一个是促进阶段 另外一个是发展阶段 什么叫做启动阶段呢 我们拿种这个装甲来做比喻吧 就是启动阶段就是这个种子啊 把它放到土壤里面 就是把这个种子把它种到土壤里面 这叫启动 就是我们本来身体没有得癌症的种子 结果呢 把这个致癌物啊 我们这样讲很多的东西 我们叫致癌物对不对 像刚刚讲亚蝦酸盐 这个黄麴毒素等等 这叫致癌物 这个致癌物就是癌症的种子 就是我们只要把致癌物 射入人体里面呢 我们就已经得到了癌症的什么 我们就可能会得癌症的一个因素 就到我们身体里面了 他已经具备了得癌症的条件了 我们这叫主要条件 再来呢 请问一片土地啊 我们把它撒满种子 保不保证这个种子一定会发芽 不保证嘛 你只要不给它浇水 不给它灌溉 你把它撒到沙漠里面 它几千年都不会发芽 所以有致癌物 并不代表会得癌症 因为它还要什么 它还有次要条件来协助它 那什么是次要条件呢 坎贝尔教授 他经过了三十几年的研究 将近四十年的研究 他告诉我们 动物性蛋白 动物性蛋白 在他研究领域当中 他发现了动物性蛋白 就是次要条件 他给他一个名词叫做 处癌剂 各位朋友 处癌剂不等于致癌物 不要这个讲说 听回去之后说 这个动物性蛋白是致癌物 那是周某某讲的 那就冤枉了 我没讲 我不是这个意思 动物性蛋白 为什么叫处癌剂呢 因为它不是致癌物 但是它会促进 致癌物 发芽 成长 长成 癌症 它是次要条件 最后呢 如果我们把 我们要管理癌症 怎么管理呢 两个 两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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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 第一个呢 我们不要摄入 致癌物 第二个呢 我们 不要摄入 出癌剂 哪一个比较容易 当然是不要吃 出癌剂比较容易 因为有谁敢保证自己 没有接触过致癌物 因为很多的化学家告诉我们 现在连喝水里面 水里面都有致癌物 我们的环境已经恶劣到这种程度了 各位朋友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 一条路可以走 我们要控制什么 出癌剂 这个是非常科学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癌症的三部曲 第一部是什么 第一部就像种子种下去一样 我们在中国的人的话叫做什么 因 就是主要条件 第二部是什么 促进它发芽 这叫缘 缘 我们叫吃药条件 然后得癌症叫什么 果 因缘果 简称什么 简称因果 所以因果是什么 因果是科学 因果不是迷信 因缘果 相当科学 因为